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这个男人是个寻宝狂热分子 一说到宝藏就两眼放光 他刚从海里打捞出来一具700多年前的石棺 一转身又想靠着一枚金币找撒哈拉沙漠的军舰宝藏 这边采钢出发 后面就被不明分子盯上了 男人远远不会料到 这次寻宝竟然比好莱坞大片还要刺激 男人名叫德克 寻宝是他的爱好 也是他的生财之道 上次带着石棺凯旋之后 他又在黑市上捞到一枚金币 据说是坊子140多年前一艘沉没的军舰德州号 德克猜测 上面肯定有不少其他财报 决心一定要找到他们 为此 他在博物馆举办的一个晚宴上 给一个白虎自上将疯狂喜闹 成功说动对方借给自己一艘寻报船 随后德克就叫了搭档金毛和小圆脸一起出发 前往宝藏可能存在的玛里区域 在码头 他们还烧上了漂亮的伊娃 他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医生 此行是因为玛里爆发了原因不明的瘟疫 作为国际援助的一份子 他要去那里查明疫情源头 前不久 因为在玛里之外的其他地方 调查感染瘟疫的患者 还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追杀 当时恰好被附近的德克救了一命 在出发之前 德克疫情人和伊娃都十分清楚 玛里现在军阀当道 那帮人杀人不眨眼 到那里不管是寻宝还是援助 都是九死一生 可他们还是不顾一切 一头扎进了这趟危机重重的冒险之旅 而在此之外 当他们出发后 一个黑袍男就用电话和神秘人 汇报了几人的行踪 而此人就是之前差点杀死伊娃的人 到了目的地后 德克三人和伊娃就分头行动了 分开之前 德克还笑着邀约伊娃 等他们各自的任务都完成后 就一起去蒙特利湾 伊娃对他也有几分好感 就爽快地印下了 之后 德克先去了玛里当地的一个图书馆 在管理员的帮助下 找到了关于德州号沉默事件的资料 书记上记载 当时该船在宁日河上遭遇了大暴雨 船上300多人全部遇难 沉默的区域大概在河流上游 这个位置虽然宽泛 德克还是兴奋地带着伙伴乘船开始了搜寻 他们在水中放入了一个铁质探测器 虽说没定位到什么德州号的信息 但定位器上却染了一层红漆 德克仔细辨认后发现 定位器像是遭到什么腐蚀的结果 三人还没来得及细究 一艘军阀的小船就靠近了过来 张口就说要检查 德克知道对方不是什么好货色 要是放他们上船肯定没有好结果 也不想和对方废话 接过军阀绳子系在自己船上后 迅速就命伙伴开船 军阀一众猝不及防 就连人带船被翻了个个 但干翻这艘后 前面又冲过来另一艘 金毛急转弯时 还意外把德克给甩飞到了敌人船上 军阀看到这头怀送抱 当即就露出恶狼的眼神 德克好歹是常年在外面跑的人 伸手也不是吃素的 这边一番近身肉搏后 把一人踹进水里 那边就左右灵活闪躲 避开了另一人打过来的子弹 本来还游刃有余的应对师 没想到岸上的一伙军阀 也开车过来发起攻击 不但打德克 其他两个小伙伴也成了靶子 金毛实在没招 就让小元脸用信号枪暂时御敌 虽说没什么杀伤力 但冒出的浓烟却成功干扰了岸上军阀的视线 导致他们的车直接冲进了河里 德克抓住这个机会 重回到了伙伴的船上 这边一直想杀他的那个驾驶员 忘记了控制方向盘 船也意外冲到了岸上 气焰受挫的军阀一发怒 就开始了二轮开货 德克实在被缠得烦 就和两个伙伴用燃烧着的雪茄 夹在割断的线缆下 制作了一个简易定时炸弹 随即加速开船冲向军阀的方向 等双方距离十分相近时 三人果断跳进了水里 伴随着一声震天响的爆炸声 两艘船和军阀全都被炸了个尸骨无存 可兴奋不过几秒后 德克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要怎么和上将解释船没了的事情 人家可是借给他 不是送给他的 为此 他把这一光荣的重任交给了搭档小圆练 让他先行回去 而自己和金毛则继续接下来的寻报之路 在此之前 德克十分担心伊瓦的安危 决定先去确定一下他的情况 当两人骑着骆驼在沙漠前行时 伊瓦这边也确实遭遇了军阀来袭的危险 他和助手在到达瘟疫源头的村庄后 发现了一口井 为了测试下面的水质 伊瓦置身到井里去采样 刚到井底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当地的一个村民倒在了井边 是军阀头子辫子哥 带着手下来到了这里 他们就是奔着伊瓦而来 不想让他调查文艺的事情 助手因为不肯说出伊瓦的下落 也被杀了 眼看着两个军阀来到井边 看到了那条垂掉下去的绳子 下意识就往上拉 看有没有人 伊瓦火速解开戏在身上的绳索 让对方拉了个空 但那两个军阀分子 这时又朝井里准备开枪测试 就在他以为在劫难逃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德克的声音 两人刚到附近 就看到了军阀 还有伊瓦放在井边的包 德克二话不说 就冲过来英雄救美 金毛则从后面 偷了一把军阀的枪掩护同伴 一通开火对战后 三人见好就收 抢了一辆军阀的车 就赶紧跑了 等车自行这一处峡谷时 德克敏锐地感觉到 这里安静得很诡异 于是第一时间就让其他两人一起下车 乖乖举手投降 同时观察峡谷两边 果不其然 那里很快就冒出了不少武装分子 情况倒不像三人想的那么倒霉 这伙人不是军阀 而是由当地民众组成的自卫队 以对抗军阀保护人民为己任 三人被带到自卫队的头领跟前 当知道伊瓦是研究病毒的医疗专家后 头领相见到救星班 赶紧把他带去查看一些感染病情的百姓 通过结合病人的情况 和之前采集的水质样本检测结果来看 伊瓦发现 疫情的感染源头来自于地下水和河流的水质污染 这种情况更像是被人投毒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情况就更复杂了 德克和黄毛也帮不上太多忙 黄毛闲得和当地孩子们踢起了球 在此期间倒是有了意外的惊喜收获 他在一处沿洞的墙壁上看到了关于德州号的壁画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 沉船沉没的地方曾经是绿洲 现在已经沙漠化 它最后消失的地方恰好就在一处沙漠城堡的附近 如果说病毒是通过井水和河水传播的 那只要找到沉船 就大概率能确定毒素的来源地 这个线索同时涉及宝藏和瘟疫 之后 伊娃就和德克、金毛一起朝城堡进发了 当他们骑着骆驼到了目的地附近后 德克通过望远镜发现 那里现在是一座太阳能发电厂 门口还有军阀放哨戒备严密 上面的标志显示 该工厂是属于一个老板的产业 德克和伊娃刚好之前在博物馆的晚宴上见过此人 从现有情况看起来 他和当地军阀有勾结 具体那工厂里是个什么情况 进去才知道 就在三人头疼怎么对付那些守卫时 不远处开来了一辆通往工厂的运货小火车 德克灵机一动就有了主意 他和其他两个小伙伴骑着骆驼追上火车 看准时机爬上车顶 溜进车厢后 借用他的掩护顺利进入了发电厂 不进去不知道 一进去三人吓了一大跳 这发电厂就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 看起来是为环保新能源事业做贡献 实际上却是个制毒窝 电厂在用太阳能来加热提炼毒剂 此毒可以强有力地清除世界上大部分污染物 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但副作用却是一旦外泄 就会造成大面积的致死传染 德克之前在晚宴上见到该工厂劳办时 觉得对方是个谦谦君子 没想到却是个黑形怪 他根本没把这里穷人的命当回事 一心只想着发财牟利当资本家 那些化学毒剂废料 全都随意地囤积在地下河的源头处 处理他们的都是被军阀俘获的自卫队士兵 看来这黑心怪和军阀早就蛇鼠一窝了 三人越看越气 当即就准备回去通知自卫队来解救受苦的同胞 谁知还不等出工厂 他们就被黑心怪的人抓了个正招 伊瓦被黑心怪单独留在工厂审讯 逼问他背后还有什么势力 德克则和金毛被靠在一辆货车的车厢后面带走了 不用猜都知道他们的小命怕是保不住了 在这危急关头 德克突然看到了车厢上的螺丝 随即摸出了随身带的那枚金币 就开始摸索着用金币拧螺丝 再加上两人各种拼尽全力的蠕动 不多久后 他们连同车厢上的运货板一起就掉下了车 开车的两个军阀不知道是不是耳背 竟像是没听到似的 依旧一路朝前狂奔 这命虽说是保住了 他们的手铐却取不下来 只能一路拖着运货板 在茫茫大沙漠上向前摸索 一不小心还连板带人一起滚到了沙坡下 好在人没事 而且还运气爆棚的捡到了不少可用的装备 是一架飞机残骸和一些修理工具 他们借此顺利打开了手铐 心灵手巧的二人 更是对飞机一通大改造 将其变成了沙漠上的酷炫大滑板 一路乘风破沙 游望直前 顺带再发现了新的装备 电话亭 沙漠里有这东西已经够罕见了 更难以置信的是还能打通 德克第一时间就抱住了白胡子上将的大腿 想着他或许能救救被困电厂的伊娃和那些俘虏 谁知老板直言自己也爱莫能助 美国政府现在态度不明朗 他也得罪不起黑心怪 况且对方和军阀现在为了追杀德克二人 连坦克都派过去了 德克眼看这个大腿抱不住 就只能转头去找自卫队帮忙 自卫队虽说也有一些武装 但根本比不过实力强悍的军阀 之前都是打游击 现在让他们植入敌人大本营 去了就只能白白送死 德克见状也不为难头领 改为向他借了之前从军阀那里抢来的一辆车 然后和金毛头领一起冒充成军阀的人 来到工厂营救伊娃和福禄 没想到他们一路非常顺利 基本没受到什么阻碍 正当德克感到奇怪时 才发现黑心怪的毒计实验已经完成 人家准备毁掉这座工厂 和所有可能被抓住的犯罪证据 德克找了一圈一娃都不见他的踪影 最后还是在外面 吉能塔的一架直升机上找到了人 黑心怪准备抓他一起离开 德克正要出手营救 之前那个黑袍男就从背后偷袭了过来 双方激烈对战时 无数太阳能电池板 也在快速聚集热能 传送到吉能塔 升温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引爆工厂里的爆炸装置 黑心怪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 殊不知工厂里的金毛 已经找到了装置里的炸药桶 并将所有的炸药都取了出来 伊娃这时也逃离了黑心怪的飞机 德克也干掉了那个黑袍男 黑心怪一看 爆炸计划泡汤 直接大发雷霆 联系军阀 派出直升机 对德克一伙人疯狂扫射 势弹力保的他们 在慌张逃窜时 金毛想到了刚才取出的那些炸弹 这是不用白不用啊 于是就将其全部引爆了 炸弹爆炸后的滚滚浓烟 很快遮蔽了直升机的事业 为地上的三人逃脱 争取了一定的时间 就在他们 着急找地方躲避时 一直苦心寻找的德州号战舰 竟然在这时冒了出来一叫 原来 刚才那些炸弹 把沙漠炸出了一个大坑 露出了埋在下面的沉船 三人顺势就躲了进去 本以为 这是一个坚固的堡垒 可以好好松口气缓个神 谁承想 军阀为了置他们于死地 连穿假弹都用上了 不出片刻 就把战舰打成了筛子 可怜的三人 照样得跑来跑去地逃窜 照这么下去 岂不是只有死路一条了 还没被关到谷底 他们就发现了战舰里的一枚大炮 作为手边唯一可用的防御武器 三人坚信 这么个老古董应该是用不了的 可哪怕觉得再怎么不可能 他们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将大炮挪到了战舰炮门口 一娃也找到了导火索 外面军阀的坦克部队 这时也越逼越近 很快就射来了一炮 三人被震得东倒西歪 在这么个命悬一线的关头 德克竟然在一个木桶壁上 发现了一枚金币 在放眼朝战舰里面望去 那里面竟然堆着一箱箱同样的金币 这个巨大的惊喜 给了德克巨大的求生欲望 随即就和其他两个小伙伴 开始了绝地反击 当变子哥的飞机朝着三人俯冲而来时 德克看准时机火神一拉 一枚炮弹就冲到了变子哥的飞机里 不过想象中的爆炸却没发生 变子哥转头一看都差点笑死 这是炮弹吗 确定不是前球 可凡事不要太早下结论 这颗前球随即慢慢在飞机里滚动了起来 装心还露出了一个红色的火星 变子哥当即意识到不好 赶紧去解安全带准备把这球扔出去 但他还是晚了一步 一秒过后 飞机就在空中炸成了一个大烟花 神奇的是 爆炸发生后 地上的大批军阀竟然纷纷举手投降了 德克都懵了 只以为这些人是被他们三个威慑住了 这份迷之自信才冒出一点点火花 可等一转头 大批自卫队就正在他们身后不远处的山坡上 头领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批正义之士前来援助 敌人投降是冲着他们 而不是德克一伙人 最后 自卫队彻底收服了军阀的势力 政府也彻查了太阳能工厂 阻断了病毒的继续外泄 德克一行人也顺利得到了战舰里的所有金币财报 和白虎子上将一起共享了这一成果 经过了生死与共的德克和伊娃 顺理成章谈起了恋爱 在他们约定好的蒙特利湾 过起了神仙般的日子 至于那个黑心怪 虽说逃去了国外准备开始新生意 但也没有逍遥多久 上将派人在他的水杯里 投放了之前他制造出来的毒剂 毕竟感染者的痛苦 他也应该尝一尝 一口下肚 报应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电影至此结束 萨哈拉 是一部上映于2005年的喜剧冒险动作片 故事在广阔荒芜的西非大陆展开 瘟疫叛乱等于此地相关的元素也穿插其中 主角团兵分两路 向宝藏和瘟疫进发 初看毫无关系 最后却自然地合为一体 在对抗反派中推进寻报之律 危险和刺激并存 勇猛和智慧并重 剧情天马行空 但最后的落脚点却颇具人道主义关怀 黑心商人和政客相勾结 共同牟利 却致穷苦人民的生命安全欲不顾 寻宝的人同样渴望财富 但却未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人的痛苦之上 宝藏只是寻宝的结果 真正的财富是这一路和危险 以及恶势力对抗的勇气和善良 寻宝题材电影很像是人生旅途 大家起初都会执意于设立一个个远大的目标 以得到或者求不得来判断人生的成败 但走着走着就会发现 那个目标会随着所经历的事情不断发生变化 决定我们得与失的并非目的地 更多的时候是这一路的成长 前者如镜花水月 后者则是摸得到感受得到的人间幸福 好了本期影片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